第21集 三叔十几岁出来跑江湖 破事件多了 一般做事都要打算来打算去的 像上次倒个斗都准备了很多东西 我有时候还觉得他过于谨慎 像上次那一大堆装备 百分之八十都没用上 没想这次这样毛走 就随便拎了个箱子就跑了 我看拦也拦不住他 就喊了一嗓子 你自己当心点 他嗷了一声算回答 就跑进电梯了 正巧一宾馆洗脚中心的服务员上来 和我结账单 看着这情景笑着说 你这叔叔怎么比你这侄子还毛躁啊 都倒过来了 还得你着紧他 我也没办法解释 只好笑笑接过账单 一看脸不由得一黑呀 竟然要四千多 不由按骂他娘的 这老小子昨天又他妈的下去 搞那些弄不清楚的事了 看这账单我有点发愁 这几天没少花钱 本来三叔那老小子口袋 还是很充实的 不过这一路逃出来 钱花得像流水一样 又给那烧了林子的村子里捐了点 身边的现金都用得差不多了 他出门习惯都不带卡 说是老派作风 这几天厚着脸皮 在用我的钱了 还说让他公司再给他转点 转了再还我 现在他拍拍屁股跑掉了 我就想起了这个事来了 心说 该不是知道我也快没钱了吧 跑路了吧 我心里很不痛快 拿出钱包一看 心就一凉 我已经习惯用快钱 也没太留心 钱包里竟然只有几张票子了 攀子 现在是深度昏迷 不知道什么时候能醒 虽然那医院说 没什么大的隐患 主要看他身体的恢复情况 我盘算着 十天半个月 我也别指望走 这攀子 又孤苦伶伶的一个人 找人替我是不可能了 这么点钱 肯定不够花销的 最麻烦 是现在一张四位数的账单 已经横在面前 这一关 都有点难过 我不好意思的笑了笑 说我现金不够 要不等一下 取了给他送过去 他看见我 这几天付钱也爽快 就笑了笑 没事 明天也没事 那您先忙您的 他一走我就毛了 想到的事情更多了 他娘的攀子 在医院里医药费 每天都得四位数啊 这老小子这么一走 我到哪里找钱给他垫去 又不能给老头子打电话 打了 估计得给他骂死 这几年生意搞得这么惨淡 他已经对我很有意见了 现在还学最不争气的三叔 去倒抖 算了算了 我回到房间正烦着呢 突然看到那金履玉关韬 还躺在包里 三叔对这东西是爱护的不得了啊 还用油纸包了四五层 我看着突然产生一个比较冲动的念头 心说这十几天看来要好好打算一下 天天在这里吃了税涨标 然后打白条也不是办法 要不就找个古玩市场 把这东西卖了 然后整点钱 整个济南都兜一圈 也不算浪费时间 想到这里 觉得非常有道理 我本来就是抱着 出来旅游的态度来这里的 现在搞得像在查X档案一样 何必呢 而且现在这事还不能晃悠着办 不然我被人家赶出来视角啊 攀子给人家断了药 可就麻烦了 看现在天还没黑 得赶紧办掉 我想着下到大堂去问服务员 这儿哪里有倒腾古玩的地方 那服务员非常热心 直接陪我下楼 还帮我叫了辆迪士 上了车后 我就和师傅说哪里古玩多 去哪里 那师傅答应了一声 就把我送到了英雄山市场 我一看 这地方 还有点花头在里边 我一路上听那低歌狂慨 他说 这里是比较大的古玩和书法制品的集中地 人很多 比较嘈杂 不过假货居多 没事 在这里可以和那些老板聊聊 吹吹牛皮 他们也乐意 请继续收听 一路听天下独家出品的长篇有声小说 盗墓笔记之七星鲁王宫 我背着那死沉的玉冠套就下了车 寻思着找一个大点的门面 这东西不是一般人能买得起的 那些大店必然和一些比较大的客人有联系 可以托他介绍 给他抽个百分之二的佣金就行了 这一套 我也是老行家 没人能蒙我 我在回来的路上 和三叔讨论过这东西的价值 三叔说 也就是百十来万 这个东西是有价无市 一是 很难有人肯买这么贵的东西 除非是老外 可这个东西又太大了 大件的东西本来就比小东西难一点 他估计着 如果真有人想买 他八十来万也肯出手 有他这话在 我这心里也有底 就在那东张西望 没走几步 突然就瞄见一个铺子里 放着一只青铜的香炉 上面有一些明刻的人物造型 我一看就一个机灵 那上面的人 一个个都打着个肚子 和三叔提到的海斗壁画很像 我抚下头 想看仔细点 这个时候 那老板就出来了 有侯 你挺识货呀 我这铺子 就这东西值钱 我一听他的口音 还是个精片子 就问他 这上面刻的是什么呀 怎么这么贵呀 看样子 该不是海南来的吧 那人一听 表情一变 忙把我往铺子里让 还说 哎呦 哎呦 今儿 真碰上行家了 这东西放在我这儿有年头了 您还是第一个看出苗头来的 不错 这的确是海南的 做骨玩生意的 嘴巴甜是肯定的 我看他的表情 倒不知道他现在说的是不是真心话 还是单纯 想把这东西卖给我 我手头上的资料不多 庄老手肯定会露馅 就说 啊 哎呀 不是行家 不是行家 我是在海南哪 看到过这东西 心里觉得奇怪 这东西叫什么我都不知道 那人请我坐下 端出一杯茶 哎呦 那您是谦虚了 不过您 要真不知道也不要紧 我告诉您哪 这香炉上雕的 是种鬼 他们 都叫这东西 禁婆 这东西的来历啊 就说来话长了 您要是真有兴趣 我就给您说说 我一看有戏 盲装做很想买的样子 点了点头 他给我做了个等一等的手势 把那个香炉 从橱窗里拿了出来 放在茶几上 我一下子就闻到了一股 奇特的香味传了过来 不由的惊讶 他黑黑一笑 这个香气很特别吧 什么香料在里面呢 他把香炉盖子一打开 我看见有一块小小的黑色石头 我一愣 他得意的一笑 这一块呀 就是禁婆的骨头 这香味啊 叫做骨香 可是个好东西呀 您睡觉的时候放在边上 包您睡得舒坦 我突然就觉得有点恶心 哎呀 这禁婆 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呀 闻她的骨头来睡觉 太缺德了吧 哈哈哈哈 禁婆呀 是一个很大的概念 就相当于一个不好的东西的总称呼吧 那里的人呢 生了病了 或是受了伤了 都说是禁婆害的 您要是说 她是个什么东西 还真不好形容 实在要说的话呀 可以说 她是一个恶鬼 那这就是她的骨头 这东西哪里来的 看着盖子上的海屎 好像是个海货呀 那人呵呵一笑 您还说您不是行家 不错啊 这东西呀 是一个渔民 一个网撒下去 捞上来的 不过物以稀为贵呀 虽然有点海屎在上面 这价钱 也可是不便宜呀 我身上钱根本不够 于是叹了口气 哎呀 可惜呀 我这个人哪 好权品 这海货呀 我是不要的 你要是真想卖呀 不如把里面这块 骨香卖给我得了 那人脸色一变 那怎么成啊 您把这骨香卖走了 我找谁买这香炉去 我看看这东西上面 略有灰 知道肯定放了很久 没卖出去 这种东西太冷门了 买下来不好转手 一般买来投资的人 都不喜欢 乱世黄金 盛世古董 卖不出去的东西 店主自然也不会 再花心思打理 我摇了摇头 反正这东西 我买的也没有什么用 等一下 我把那官套拿出来 给他一看 他要是能联系到 给买主 这东西让他送给我也成 想着一笑 那行 咱先不谈这个 我给你看样东西得了 说着 我就把那玉冠套 给拿了上来 露出了一个角给他看 这是不是行家 看表现就知道 他一看 脸色就变了 二话不说 又把那玉冠套塞回去 然后起身 把铺子的卷帘门 给拉了下来 把我那杯茶倒了 给我换了另一杯上来 我一闻 我靠 上等的铁观音 看来 我算是上了一个档次了 他擦了擦头上的汗 不知道这位手艺人 怎么称呼啊 我一看 这人果然不是单纯的古董贩子 反应这么快 一眼就看出这东西是倒出来的 也不由得要表示一下 客气的一笑 毕姓吴老板怎么称呼啊 您叫我老海就行了 那吴师傅 您这东西打算出手啊 还是让我看看呢 当然是出手啊 这东西放在身边有点烫手 他在房间里来回走了几下 全不全呢 你一片都不会少您的 刚出锅 还热乎着呢 他坐了起来 那吴师傅 我是个爽快人 我敢说您这东西啊 这整个英雄山 就我敢收啊 不过这东西 我在正儿八经的 和你抬杠也没必要 宝贝 是讲不下来价钱的 您就和我说个心里话 多少肯放 我给你打个电话 问问我朋友去 我想了一下 心说怎么样 也要来个一百万 大魁家里 他给个三十万吧 潘子住院 最起码也得二十万 那胖子 早就留了话了 东西卖了钱 给他汇过去 这样一个人 也就分个十万多点 想起自己 用命驳回来的 不由的 觉得太少 不过三叔说了 倒斗 就是这样的事情 不然为什么 倒了一个又一个呀 你倒一个斗 带出来的东西 再珍贵 这没人买 还是垃圾 所以太好的东西 他都不拿 拿了也卖不掉 我估计着 一百万差不多了 对那老海 做了个一的手势 他不由一喜 我一看 有点郁闷 难道暴低了 他拿起电话 躲到角落里 轻声打了个电话 打完之后 开心的脸都红了 哎呦 成了成了 吴师傅 您运气好啊 这东西 还真有人等着要 这一百万不高 二百万不低 我给你报个一百二十万 您看怎么样 我一听 心说鬼知道 你报了多少 说不定 翻了一倍 给人家报了过去 不过已经比我 预计的多了二十万出来 心里还是很舒服 哎呀 那您那份 还是老规矩 他笑了笑 哎呦 不瞒您说 那边已经 多预备了点给我 这一百二十万 您就收好 看您这一头伤的 啊 这东西倒出来不容易 您要记得我的好 下次有这种东西 您就别往别人家问了 直接送我这来 您要多少价钱 我都给您 往上抬个百分之二十 要知道 我背后的主啊 可是大大的有钱 别人不敢收的东西 他都敢收 他看我有点着急的样子 王主 哎呦 您您您先坐会儿 我给您预备钱去 这一百二十万 别看我这铺子小 账上还真不缺 我先给您垫上 我一听 这口气还真大呀 俗话说得好 三百六十行古董为王 还真不假 看来这家伙手头上 还有点门道 哎呦 等等 那这金婆炉 您要不给我也折个价 我一并就拿了去 那人黑黑一笑 哎呀 这个您喜欢就拿去 算我送您的 不瞒您说 这东西 我收了就五块钱 刚才扯那么多呀 那是套您的 三个小时之后 我怀揣巨款 心情好到天上去了 回到酒店的时候 都不想正眼 看那门尾了 后面还有人议论 这小子是不是 中了五百万了 你看他眼睛 笑得都睁不开了 我整理一下前后 把所有的账 先结了 又到医院 交了潘子 一个月的代户费 给胖子打了钱 然后郑重的 把自己那一份 连同三叔欠我的 全部转到自己的卡里 心里总算舒坦 这接下来的几天 我找了个 当地的漂亮导游 带我到济南各个地方 都兜了一圈 不过我从杭州过来 看人文景看多了 越看性质越低 后来干脆 就去找了个钓场 钓鱼去了 这几天 我是活得最安逸的时候 不过人有点钱 这安逸了 竟然开始 怀念道道时候的 那种刺激了 废话不多讲 这种糜烂的生活 大概过了 有个半星期 我从钓场回来 刚一进门 就听见电话在响 我在这个旅馆的电话 只有三叔知道 以为他的事情 弄出眉目了 忙接起来一听 对方竟是一个 陌生的男人 他第一句话就是 你认不认识 一个叫吴三省的人呢 我听他的语气 比较急 忙回道 认识 怎么说 他失踪了 我一听就呆了 这 什么 什么叫失踪了呀 他所在的船只 与陆地失去联系 已经十天了 你和他是什么关系 我是他侄子 那你能不能 尽快赶到海南来 对方是一家规模 很大的国际海洋资源 开发公司 所谓海洋资源开发 其实就是根据 对现存的各种航线信息 和史料记载进行分析 来推断某些沉船的位置 并打捞沉船物资的 这种行为 很像职业的海洋盗墓者 但是 其行为又是合法的 因为在公海中 发现的失事船只的资源 有相当比例 可以为寻得者合法继承 当然 其资源是否来自公海 根本无法考证 这样的企业分两种 一种是打捞现代沉船 将尚未完全腐烂的船身 解体拍卖 或者将获得的资源出售 二是打捞古代的沉船 将上面的古董 出售给收藏家或博物馆 这家企业属于后者 即以古代沉船为主要目标 他有很多考古误问 每一个工程都需要大量考古 和海洋方面的专家 花两年或者三年的时间来完成 而他们的所得也非常丰厚 所以拥有大量的先进仪器和船只 而三叔为了尽快找到 那个海底墓穴 以担保的形式 向这个公司借用了设备与人员 并以这个公司的名义 派出了一支五人的临时考察队 这本来是一桩很合算的买卖 没想到船开出去才五天 他们后勤部门与考察队船只的联系 就中断了 他们一直等待了四十八小时 最后只有派人到失踪的海域搜索 结果一无所获 而失踪前三个小时 最后确定的信息是 三叔和其他两个考察员 已经进入了海底谷墓 这本来是三叔和其他两个考察员 这本来是三叔和其他两个考察员 这本来是三叔和其他两个考察员